大家好,現在是2024年5月30日的下午6點半左右 今天早上我有發布一部影片談到國共內戰 新義軍孫立忍的新義軍收復東北 很多阿兵哥軍官腿都斷掉 那在這裡要補充說明 這個根據我的士官班長趙毅林 趙毅林這位士官班長,你知道他身高多少嗎? 180幾公分,相當的英俊 男人,我還沒看過像趙毅林那麼英俊的 他那麼英俊 然後你看他爸爸是為我們國家犧牲那麼大的 新義軍的十萬青年十萬軍的年輕人 就這樣腿斷掉 我事後我都在想說 腿斷掉還好他能夠生下這麼英俊的趙毅林 這麼高這麼帥 我都在替他爸爸慶幸說 當年他們從飛機上跳下來 你知道他們是穿什麼服裝嗎? 所有的新義軍穿的竟然是夏季服裝 你看日本投降是不是在八月 八月那個時候還是夏天 八九月都是夏天 再來十、十一、十二、九、十、十一 才是那個秋天嘛 秋天那個時候東北就開始 就很冷了 然後到了冬天就更冷 冷到零下五十幾度 但是新義軍因為一直待在那個南部嘛 雲南那裡啊 四川雲南那裡 而且物資潰滑 根本沒有這個棉袋可以穿啊 所以當時的新義軍 都一直穿著夏季服裝耶 就是薄薄的啊 薄薄的服裝 然後就上飛機 那為什麼不能降落 要用跳傘的 因為所有機場都被共軍給佔領了啊 你如果降落 不可能啊 就會被中共殲滅啊 大炮也會把飛機轟掉啊 而且那個你也不能飛太低 當時這個飛機 運輸機還是跟美國借的耶 還是跟美國借 因為美國是心不甘情不願啊 老蔣跟蔣夫人會盡口舌啊 Please Please Give me Give me a plan 四球八球才 美國才肯答應 當然要錢啊 不是不用錢啊 但是 就是怎樣 丟包啊 美國 美國就這樣說啊 欸我不會冒險去降落機場啊 什麼長春機場 哈爾冰機場 美國才不幹這種事情 因為他 一降落機場就會被共軍給轟掉 所以美國 就是我 我飛機 運輸機可以借你 但是 就是空中丟包 啊 要不要 隨便你 你老蔣知道答應啊 結果 因為物資 潰滑嘛 欸 當時聯合國在八年看戰期間 送給中華民國的物資 你知道都被水搶走嗎 都被中共啊 中共都派人 只要聯合國的物資來 中共馬上 他們都偽裝成各種 各種人事啊 什麼 什麼慈善協會啦 什麼 慈濟阿東哥啦 什麼 慈濟友善團體啦 慈濟慈悲為懷團體啊 都 偽裝成各種慈善團體 然後 物資來他們就拿走 物資來他們就拿走 都拿到那個 延安那邊匪區 欸 真正 國軍還有難民 群集在四川盆地裡面的人 都沒有 都沒有拿到呢 都拿不到物資啊 所以當時共產黨 那邊的人 還有共產黨 統治區內的那些 老百姓 每人都吃得 夾個巴巴巴 連個國送來的物資啦 棉被啦 棉袋啦 棉花啦 什麼都 他們都有啦 結果那個新一軍 沒有棉袋啊 那怎麼辦 東北那麼冷 最後 還是硬著頭皮啊 這些十萬青年 十萬軍 憑著一槍熱血說 不要再等啊 沒有沒有關係 為了國家 我們願意 我們願意衝 愛拼才會贏 欸就 就這股愛國的情操啊 竟然 能夠不怕零下五十幾度 就穿著夏天的那種 那種薄薄的軍服 就這樣從高空中這樣跳下來 然後你知道的嗎 在空中就 就解凍了啦 還好 我不曉得他們是怎麼保護那個 小冰棍的 整個人是大冰棍嘛 那大冰棍裡面 你還有小冰棍啊 那個冷風會從那個褲襠這樣吹進來 那小冰棍會結冰欸 那如果掉 你撞到地面 然後小冰棍震動太大 那就斷了 小冰棍如果斷了 我看趙毅林士官班長 就不可能誕生了啦 對不對 還好 趙爸爸 保護的好啊 小冰棍沒有斷欸 所以才能夠 生出 趙毅林這位 士官班長一百八十幾公分 帥到不可以的 這個你們 Google 你們可以Google一下趙毅林 趙啊 趙匡運的趙 一又三四 一 林啊 麒麟的林 你們欸 帥哥一個啦 我對他的爸爸 是最高的敬意啊 那話說回來啊 這樣掉下來 好多人腿都斷掉 但是 不理不去欸 有一些 本來就生長在北方 已經 身體機能能夠適應那個 北方寒冷天氣的東北人 欸他們 他們這樣 從 被動成冰棍掉下來 腿沒有斷啊 因為他們身體機能 比較能適應啊 會斷的都是那個 南方人啊 南方省份的 譬如說福建江西 這個廣東廣西 在南方人 那個沒辦法 抵抗那麼寒冷的天候 結果腿就斷了 但是 當時這些信義軍 他們都不理不去 去 戰友 同袍 我們絕對不會 拋棄你們 欸 大家就趕快去 去 找木板啊 去樹啦 做成輪子啊 然後 就變成平板啊 然後這些 腿斷掉的 他們拒絕 救醫耶 我們 我們 我們不要 我們不要救醫 我們不要在醫院等 我們不要在醫院 我們要馬上投入戰場 你看這種精神 這真的是可以拍成電影啊 沒有一個人要救醫的啦 說我寧願死在戰場 我也不要救醫 同袍 朋友 戰友 把我放到木板上 給我坐兩個椅子 你們推著我跑 推著我上戰場 欸 就這樣啊 就是 後面一個戰友 拿著槍 喔 然後 這個 用肚子啊 或腿啊 這樣推著這個 平 平板車 喔 然後平板車 那個已經沒有腿了 他就 平躺著在那裡 就握 就類似那個 握隻啊 握隻 然後槍 槍口朝前 欸 這樣反而打勝仗耶 因為 因為就是 一個 一個開槍比較高嘛 一個開槍比較低嘛 欸 這樣共軍剛好躲不過啦 喔 你如果 上面那個 姿勢比較高的 就是腿沒有斷的 他開 射出去的子彈比較高對不對 可能沒打到 欸 下面那個腿斷的 他是 平躺在木板上 就打中啦 喔 就這樣 打贏了 好 那 那 話說這個 啊 我上一個視頻說 孫立仁後來被 匾到台灣來 在高雄奉上 欸 不是啦 我講錯 我突然間想起來 不是 是來台南啊 就是成功大學 成功大學 所以 的 那個 學區啊 光復學區 本來 本來是軍營啊 就是 當年 孫立仁訓練 少年軍團的地方 其實是在成功大學啊 不是鳳山啊 鳳山是後來 後來那個 黃埔軍校 黃埔軍校 就移到鳳山去啊 那 孫立仁的少年軍團就是 在我們台南的成功大學 那還有什麼要補充的 啊 啊 對啊 那個戰車啊 美國就 叫 老蔣呢 要把戰車那個大砲 然後 要拆下來 那個是蘇聯要求的 不然 不然 蘇聯就 不撤兵啊 他們就要佔領東北 那只好 只好拆下來 但是 老蔣很聰明啊 老蔣就 用那個 雖然沒有大砲 但是就 裝上那個 另外一種 就類似機關槍啊 類似 後來的武林機槍那種 那種機槍 雖然不是砲啦 但是 火力也是滿強的 類似於這個 機關槍的那種槍啊 所以 看起來有點奇怪 看起來有點奇怪 當然啦 後來那個 蘇聯 都撤出東北 美國就說 可以啦 你們 戰車可以把 拆下來的大砲 再重新裝回去 蘇聯撤軍了 就趕快把大砲又裝回去 但已經太晚了 蘇聯 一撤軍 中共 早就把東北給佔領了 所以 所以這個影響還是很大 好 再來呢 對 對啦 根據那個美國的調查 當時 東北 被蘇聯接收嘛 所以 日本的機器啊 連那個水力發電廠的 發電機啊 都被拆走啊 所以當時 當時 東北是沒有電的耶 好 等到那個 中共完全 完全 佔領的 中國大陸 整個中國大陸 那個 才 才又向蘇聯 要求啊 欸 你也不可以 踢到這樣 吃東西 吃到 拿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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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發電機上 還來 還一台來 喔 那 那台灣也是很慘啊 台灣 台灣 是 老蔣派那個 陳陳 派陳宇啦 姓陳的 陳宇 來接收台灣 老蔣那麼信任他 因為陳宇是跟他同鄉啊 欸 沒想到他來台灣幹什麼 你們知道嗎 把那個 日本留下來的軍艦 拆掉 那個引擎也拆掉 當廢鐵賣 然後 最 最可惜的就是 日本留下來的零四戰機啊 欸 當時 當時台灣 就是日本的南境基地啊 飛機相當多 喔 新竹飛機場 台南飛機場 喔 花蓮飛機場 好多飛機啊 而且都有那個 最先進的零四 零四戰鬥機 欸 都留下來 本來本來這些啊 這些戰艦 飛機 老蔣都可以用啊 打國共內戰的時候都可以用 但是 剛 剛來台灣的時候 那個 大家都在 一片歡欣鼓舞的氣氛之中嘛 以為說 此後啊 1945年 日本投降之後 天下太平 再也不會有戰爭了 大家要開始 發大財了 忍了那麼久喔 忍了那麼久喔 忍了那麼久 忍了八年 苦了八年啊 現在終於成功 勝利了 大家要好好享受一番啊 欸 情況就像 那個國民黨有沒有 立法院不過半那麼久了 現在 終於讓他們立法院過半 成為立法院最大黨 加上 小蘭就變成 小蘭就是民眾黨 過半 你看 過半以後 你看 現在的 南引力法委員 你看 大幹特幹 胡搞瞎搞 爛權法案 什麼一大堆 欸像我這樣 常常在網路上這樣 批評他們 欸 我在猜 我總有一天會被叫去 叫去那個問話 搞不好給我十萬十萬 每天滑 滑到我破產 還好我都在想說 欸 我的點閱率都十幾 每天都是 十幾個十幾個人 喔 有時候欸 像 今天早上那個二十幾個喔 這個 稍微多一點 我想這樣應該 沒有人會注意我吧 喔 我這樣 點閱率只有十幾個二十幾個 難道這樣 我現在說什麼 花蓮垃圾網會一坑 花蓮垃圾網會一坑 魏君子黃國昌 這樣他們也會聽到嗎 他們也會知道嗎 我想不會吧 點閱率才十幾個二十幾個 我想 我在這裡這樣大罵特罵他們應該沒有關係吧 喔所以 應該不會怎樣啦 點閱率太少了 欸會被注意到的一定是那個點閱率都是 每天 一千兩千三千才會吧 喔所以 我應該可以大膽安心的 花蓮垃圾網付幾塊 花蓮垃圾網付幾塊你去吃死吧 我們需要平衡 我們需要平衡 屁 屁跟屎啦 屁跟屎啦 Fuckin you MOTHERFUCKING 我黑白賣應該都不會被抓去罰款十萬元吧 我想應該不會吧 喔 好吧 我要講到哪裡 喔 啊對啦 那個陳宇 陳宇來台灣 喔 什麼都拆啦 軍艦 日本留下人的軍艦也給你拆 拆的 能賣的都賣啦 外表看起來是好的啦 但是那個戰艦 最重要的那個馬 發電 發動機 給你賣掉了啦 然後飛機最慘啊 飛機那個 鋁 飛機的 外殼是用鋁做的嘛 那個鋁很貴啊 當時那個飛機的 鋁片很貴啊 機殼很貴 欸 都 零式戰鬥機啊 還有其他飛機運輸機 只要是鋁殼做的都被賣賣掉 然後這個 當時老講啊 就 就要 要那個陳宇寫那個 接收的 清單啊 就是 接收日本啊 有多少架飛機 有多少架戰艦 然後這個 然後 然後 堪用情況怎樣 啊 毀損情況怎樣 欸 根據美國那個調查報告 有 有那個表啊 那個表 曾以上交給老獎的表 那所有 所有飛機 戰艦都是壞的啦 沒有一台好的啦 沒有一台好的 沒有一台好的 都是什麼 不堪使用 喔 發動機 不見了 可能是日本人破壞 喔 啊怎樣 故意不讓我們用 所以都破壞 欸 當時老獎信以為真耶 以為說 他那麼信任陳宇 陳宇不會 不會騙他 後來這個美國也覺得很奇怪啊 說 可能嗎 日本人做事情會這樣 會這樣嗎 所以他們才來 他們才 派出那個調查團嘛 來調查嘛 因為 當時東北也是日本人統治的啊 台灣也是日本人統治的啊 所以他們 他們 美國 調查團到東北去調查的時候 就問那些蘇俄嘛 那蘇聯啊 蘇聯就是現在的俄羅斯就 問他們當初接收的時候 東西 是堪用還是不堪用 喔 那些戰艦啦 工廠的機器啦 喔 還有這些武器啦 都是好的嗎 喔 大炮是不是還可以用 坦克車是不是可以用飛機 可不可以 可不可以用鋁 那個機殼鋁片有沒有被拆掉 喔 那蘇聯 日本人 跟美國說 都好的啊 他說日本人 紀律嚴明啊 投降了以後 就是 還派人呢 日本人還派人專門去保護 工廠的那些 機器 保護 這些戰車 保護飛機 保護戰艦 喔 絕對不容許有人去蓄意破壞 然後呢 就 都有專門負責人 站在旁邊保護 等著蘇聯 軍官去點收 去接收 喔 那 然後 就 美國人就覺得 東北是這樣 那台灣的日本人 應該也是這樣 怎麼可能說 會有差別呢 不可能 所以 所以美国的调查团又去访问当年在日本 在台湾的日本那些军官 说你们撤退台湾的时候 那些武器战舰飞机工厂的机器 是怎么交给国民党官员的 他们说跟东北一样啊 情况就一样 他们都是在那边保护 等着国民党军官来点收啊 他们都保护着 不准任何人去接近破坏啊 然后这个国民党都来点收 就会有那个点收表嘛 他们就日本人都有照册嘛 照册说我们现在这里 零四战斗机有300架 点收情况怎样啊 这个堪用不堪用情况怎样 都有列表日本人做事就跟 他们那一套就跟德国人学的嘛 就有板有眼啊 都列得清清楚楚 美国调查团调查最后的结论就是 日本在失去东北跟台湾 让苏联跟国民党官员来点收的时候 都有确实清清楚楚保持完好 让苏联官员跟国民党官员点收 拿到这些东西以后就把他们全部拆毁 拆毁那个苏联 国民党这边不是 他是都把他拆 拆毁了就把他卖掉了 赚得每个人都赚得饱饱的啦 那后来国共内战爆发嘛 这个国民党这个老奖呢 相当的气愤啦 后来他当然也知道真相了 就是陈宇搞的鬼 不然的话你看日本人留下来的飞机战舰 如果用来打共产党一定一定会扭转战局的啦 结果就被陈宇拆光光 所以后来陈宇就被老奖给枪毁了嘛 好 再来 好吧 再来应该讲今天本来要讲的 就是五月天白干啦 你看五月天是不是到中国北京开唱 然后我后来才知道他们捐了九百万人民币 他们把演唱会收入九百万人民币 总收入多少不知道啦 但是他们捐出九百万人民币 你知道九百万人民币差不多四千万台币耶 五月天捐给在台湾的各种灾难捐款 有一次捐这么多吗 没有嘛 没有啊 他怎么捐给中共九百万人民币四千多万台币 这不是白干了吗 哦 所以 哎 传闻可能是真的哦 你 台湾的艺人 你到中共那边 想要赚钱 结果 钱领不出来 因为他们现在 都是用那个电子钞票啦 电子钞票 不是纸币啦 你如果纸币是不是一手交钱 一手交货 哦 哦 啊 你电子 电子钱币就是 你看不到啊 都在网路上这样啊 哦 啊 他只要随便 电子 电子钱币 他只要随便给你设定一个 不准领取 你就不能领取了啊 哦 你到ATM 按提款也没有办法 所以说 的确是有很多艺人 在 中国 在 中共国 中共国那边赚了钱 但钱却 拿不出来 像那个 我上次看大话行文 那个小孟老师 就是那个 算命的 他 他曾经在中国大陆帮人家算命 赚了十万人民币 十万人民币耶 超五十五十几万台币啊 然后他想要领出来 结果领不出来啊 领不出来 然后这个 这个他就打电话去 中共的那些银行 问了说 哎 为什么我的钱 十万人民币领不出来 哦 然后那个银行 中共银行的 职员跟他说 哦 你想要领你的钱啊 那你要亲自来 来这个中共国 你要 搭飞机来中共国 不然 不然 我们也没有办法 哎 结果那个 小孟老师不敢去啊 哦 那个节目啊 大话行文 那个节目 其他来宾都跟小孟说 你千万不要去 那十万块你就算了 就当做没有 你如果去 你可能会被 抓去新疆劳改 啊 像五月天这个 我在猜啦 他怎么会捐那么多 一定是怎样 领不出来嘛 你这个钱 酬劳你领不出来啊 啊 你领不出来面子又挂 拉不下来干脆就说怎样 啊 我捐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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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 你说你要捐了 哎 钱就可以领出来了 但领的人不是 不是五月天 而是 中共的干部 啊 说白干了嘛 哦 郭书瑶 郭书瑶 不缴费啊 哎 这个让我想起以前一个二房东 张淑金 那个二房东 现在 他后来被判刑八年嘛 我曾经看到一则报导说 郭淑金 他之前 其实是一个很单纯的 女孩子 但是他被诈骗集团 骗了很多钱啊 他被骗了很多钱 以后 哎 他就整个人就变了 那个张淑金 二房东张淑金 他就变了 变成他在 他来 骗别人的钱啊 然后这个郭书瑶 这个新闻 我又看到有益者新闻报导说 他 他们家经济 也是有问题 就是 也曾经 被骗很多钱 那我在想说 他为什么会有这种行为 说这个东西 买很多东西 不去领 让那个管理士 他的东西都堆积如山 然后一年多 不缴管理费 是不是跟他们欠 曾经 不是曾经啊 好像现在还是 经济情况不是很好 就是 家族有欠钱 可能父母亲 欠了很多钱 那这个情况 就是怎样 就像那个张淑金一样 本来是一个善良的 老百姓 一个普普通通的老百姓 但是被人家骗钱了之后 性情就大变了 好吧 既然 既然我被人家骗那么多钱 那我也来骗别人的钱 大家都这样嘛 这就好像有一些刑事案犯罪者 杀人犯 他回答记者说 因为他小时候曾经被霸凌 所以他长大了 他的精神状态才会扭曲 所以以前被人家霸凌 现在变成他要霸凌别人 这个叫报复嘛 美国也有很多校园枪击案 有没有 然后记者问 你为什么要在校园开枪 淡杀无辜呢 他就说 我以前在这个学校被霸凌啊 大家都欺负我 所以现在 现在我有枪 我也来欺负别人 这样不是很合理吗 所以我就看这个新闻 我觉得说 一个人啊 你要能够坚持你的信念 你要真的能够坚持 一个向善 一个善良的心 真的不是那么容易 说的容易 做的就是很困难 你被人家骗 被人家欺负 被人家霸凌 而你自己却能够不这么做 那才是你人格高尚的地方啊 对不对 但这不是一般人能够做得到 大部分的人就是 我一定要报复 我不报复我也死了 我就好像国民党立法院 那么久都没有能够为所欲为 终于终于 他们都敢做啊 就是这样啊 就好像一个穷人 有没有 很穷很穷 然后突然间有一天 他中了大乐透头奖 快乐的不得了啊 每天都是花天酒地吸毒 玩女人 赌博 花天酒地说 我赚了十几亿大奖 我这一生都花不完了 然后喝醉酒 结果就在忙碌上睡着 然后就被好几辆车 碾成分屍啊 这也有可能啊 好吧 再来就是这次 国会这个滥拳啊 强行表决通过 让我想到一句话 就是四倍公办啊 愚者自悟啊 四倍公办愚者自悟 你看 好多年轻人 十几万人站出来 十万人站出来 就跟当年八年抗战 要阻止 要阻止 南影立委 跟白影 滥拳 三堵 结果有没有用 人家连屌你都不屌你 十万人站出来 就跟当年八年抗战 十万青年十万军 十万大军 十万青年军 也没有用 这个 南影跟白影 好像这个日本 日本大帝国 英勇无比的日本皇军啊 根本不屌这十万青年十万军啊 照样 照样三堵通过 现在已经通过了 大势已去啊 赖清德敢不敢不公布 我想赖清德没那个胆啊 当然我希望他有那个胆啊 如果赖清德 还是把他公布了 那对不起哈 下次我不会投赖清德 如果他公布了 如果他公布了 就不是我认识的赖清德啊 他如果不公布 那我下次还会投他票 如果他公布了 然后等着要视线 那抱歉 那我不会同意 因为你公布了 那任何一个人 来当总统 都会这样做啊 那你跟其他人 又有什么区别呢 随便一个女孩子 来当总统也可以啊 他也会公布啊 然后再等着其他人去 申请视线啊 那谁都做得到啊 但是如果 有破例 有尬子 能够承受 极大压力的人 他会他会怎样 我就是不公布啦 怎样 不然你不送你 不然要拼来啊 要拼来啊 我就是不愿意公布啦 怎样 余死网破啦 冰倒啦 诶这样才 才是有欺评啦 对不对 等着看啊 等着看 但是我要说的就是 事倍公办啦 诶当年年轻人乱投票 诶投给 柯文哲白影的 有三百多万票诶 有三百多万票诶 然后投票了之后 才会发生 现在这样的情况嘛 国会滥权 那你现在想要去扭转 是不是 事倍公办 大家 花了这么多精神 下大雨 下大雨 也去那边 哎 才去了三次耶 结果什么 结果 什么事情也没改变啊 还不是一样 三堵通过了 这个就叫做事倍公办 而聪明的人是怎样 你小心投票 不要投错了 事前的预防 比事后的补救 还要省事啊 再来这个 汉宪帝 这个率众 率两万多人移民 移民日本啊 这个就是我想到的就是 外省人 外省人 当年有两百多万人来台湾 我就想到历史上 有没有类似的例子啊 我就想到汉宪帝 汉宪帝的孙子 当年 汉宪帝的孙子好像感觉到说 快要发生大事情了 不晓得他是怎么感受得到的啦 就是 在武府乱法大屠杀花生之前 之前超几个月啊 这个汉宪帝的孙子叫做流场的 他突然间 集合他的 他的亲戚朋友 还有追随 当年追随汉宪帝的那些人啊 那些老百姓 总共两万多人 然后说 我感觉到 中国就要发生大事情了 我们必须立刻逃亡 结果他们决定怎么逃 竟然是要跨过海峡 逃到日本去耶 到底 这个流场汉宪帝的孙子 他是神仙吗 还是有人跟他说 你一定要逃到日本岛去 逃到海岛上 不然你逃到中国 每一个地方 都是有危险的 后来证实的确是如此啊 因为五湖乱滑 那个时候 几乎是全国性的 除了江南 有一部分 小小的地方 没有发生种族大屠杀以外 几乎整个中国大陆都在大屠杀啊 所以你唯一能逃的就是逃到海岛日本啊 或者台湾啊 但是他们当时可能不知道要怎么到台湾 或者根本不知道有台湾这个地方 然后他们就逃到日本 当然有人说 如果逃到江南 长江以南 不是还有一些汉人政权吗 我告诉你 两万多人 你想想看 两万多人 你要逃到江南那个 那个汉人政权 他会不会让你来 不会 因为中国人对别人 防人 防范他人 排他性很高啦 你这个流氏中青 两万多人 你说 要到陈家村 要全部移居到陈家村 陈家村的人会不会答应 不会啦 我说我们陈家人 在这个地方 吃穿都不够用了 然后你一次来就要两万人 那我们不被你们吃垮啊 所以当时 我在猜汉宪帝一定是有尝试过 汉宪帝的孙子刘长一定有尝试过说 一定有派人家先去询问啊 说 魏晋南北朝那个时候 南宋嘛 宋国嘛 宋朝 南宋 南朝宋 要加一个南朝 南朝啊 不是那个北宋南宋 那个南宋 南北朝的时候 南方挣钱 那个叫南宋 这个刘裕啊 刘裕建立的南宋朝廷 我相信 汉宪帝的长孙 的孙子一定有派人去询问啊 说 哎 南宋朝廷 刘裕皇帝 你好 哦 我们想下中青 两万多人 逃到你们的国境之内 可以吗 哎 同样姓刘 我想那个刘裕 可能给他拒绝 说 你们 你们两万人等 等于是一个 军队 一个庞大的军队 两万多人的兵马 然后你要来我 我的国家 国土之内 我会担心啊 你们会不会夺取政权啊 何况你们还是 正统的 汉朝皇帝的后裔 啊 我刘裕 虽然姓刘 但鸭根尔就不是 刘 汉朝 刘姓皇帝的后裔 名不正言不顺 啊 你如果 你这个正统的姓刘的 皇帝的后代 如果来 南朝宋 搞不好 我的皇帝 就要这样给你做 所以就拒绝了嘛 那他们就没有地方去了 只能怎样 逃到海岛去 不然如果 如果是留在长江以北 任何一个角落 最后难逃一死啊 哎 结果 哎 我觉得很奇怪就是 日本 日本天皇竟然答应了耶 日本天皇竟然让 这个两万多的 汉先帝的后裔的中亲啊 两万多人竟然就这样移居日本 就是现在日本高姓高桥的高桥寺啊 还有很多啊 我没有列出来 因为我忘记了 很多啊 都是当年汉先帝的后代啊 汉先帝的后代啊 在日本就改姓高桥 还有其他的姓氏 我忘记了 大家可以 查维基百科看看 那这个 我提到这个就是我想到说 哎 外省人当年也是两百万 移居台湾耶 当时台湾有六百万人口 然后一次来两百万 这个比例好高哦 四分之一耶 四分之一耶 总共八百万 然后其中两百万都是 外省来的 日本日本接受汉先帝两万人 但是日本当时的人口 我不晓得多少啊 应该 应该好几 应该一千万有吧 哦 那这样比例你两万一千万 假如真的是一千万啊 现在 现在的日本人口好像有两亿多嘛 哦 在 在这个 魏晋南北朝那个时候 搞不好不止一千万哦 搞不好两千万也有 那你只去 只移民两万 哎 其实也不多啦 假如 假如是两千万啊 啊 那 以台湾来 来说就是 哎 真的很多耶 四分之一 所以说 这个 同样是移民啊 这个 好吧我也不晓得要说什么 好 谢谢收看 看哦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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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